柯市長 那麼你最近啊 到處都在講騙局 那這個是騙局 那個是騙局 那你可以說變成 已經變成是騙局的大人 那麼今天本席啊 就是針對什麼是騙局 那來救教我們的柯市長 12月18號 就要針對啟用核四來進行公投 那本席想請問柯市長 那麼依你對基隆捷運的標準 重啟核四公投算不算是騙局 我覺得核四要重蓋困難重重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2014年4月28號 馬英九政府把宣稱已經完工 而且通過安全檢驗的核四封存 核四馬政府因為安全的疑慮 政治的風險等等的因素 自己不敢啟用 那現在換別的黨執政 國民黨卻要要求啟用核四 擺明了啊 這就是一場騙局 擺明了要求啟用核四 那公投是人民的權利 必須要充分的予以尊重 但是核四如果發生重大的意外 台北市將面臨全面毀滅的危機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麼本席啊 認為柯市長還有台北市政府 應該要嚴正明確的表達 反對核四啟用核四的立場 而不是啊 讓這場騙局繼續下去 柯市長 新北起進戶 他已經有明確的態度 就是核廢料因為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我認為柯市長 你也應該在針對核四上 表達你堅定反對的立場 可是我跟你講齁 這個專業題目 第一點齁核四現在 一年要花40億封存 那如果蔡政府有本事 不然你就直接宣布說核四停建 那40億封存也不用了 然後就直接處理 可是這樣齁 我就要準備善後 反正我是主張不要蓋的 那三千億的費用 大家就要準備看什麼處理 所以你主張不要蓋也是反對核四啊 你現在已經 今天有提出來能源轉型的政策嘛 對不對 你把這個能源轉型的政策 認為是你一個很重大的一個政績 難道能源轉型的政策 是一個騙局嗎 這個實在是太專業 這個是這樣齁 如果蔡政府認為說他核四不要 那你就出來把核四封存費 就不要再一年要花40億 像這是要公投要用企圖 你要你的態度 你要你的態度 這更好笑 今天就好像啦齁 假設今天一棟房子他蓋好了 他跟你柯市長 來說請你 要跟你申請使用執照 結果你使用執照 你不發給他 你等到你卸任以後 你才給他說 你下一任的市長 你怎麼不發使用執照 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所以馬政府當初 要封城核四 現在又要啟用核四公投 這就是一種騙局嗎 不是這樣子嗎 那我今天要問你的就是說 其實核廢料沒有辦法解決 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嗎 對不對 核廢料其實我去看過 都還放在 放在儲存槽裡面 是啊 那如果啟用核四 核廢料怎麼處理 沒辦法處理嘛 沒有地方法 所以我覺得市長 你應該齁也 要勇敢的表達 你反對核四的立場 可是齁 但是 但是蔡政府要說明 停掉以後 他後面要怎麼做 要先講 都不講 你轉型的政策 慢慢的來推動 所以我們共同的五票 你也知道 現在世界 在各國在減碳 那核 因為我們今天最大的問題 就是核廢料沒有辦法解決嘛 你現在直接叫蔡政府 要去改革 我現在問到你的態度 你對核四的態度 對核能發電的態度 不是啦 我是外科醫生你知道 我們講到整齊都給他 就算了